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我娘是燕贯天下的江南花魁,她至死都美艳不可方物。 同上辈子一模一样,我娘临死前给了我七块玉佩,让我去投靠亲爹。 我望着脸色苍白,却有西子捧心美态的我娘,终于问出困惑我上辈子的问题。 娘,这七个恩客,到底哪个是我爹? 我娘懒洋洋的笼笼滑落尖头的衣巾,红唇微起,不知道,我紧握住手中的玉佩,触感温润,均不是便宜货,一如他们的身份。 在我走出门前,我娘殷切叮嘱,照顾好你妹妹娇娇,娇娇是我娘亲妹妹的女儿,姨娘在生产时血崩而亡。 娇娇自幼,由我娘亲手带大,被我视作亲妹。 可惜,娘啊,娇娇她没把我们看作亲人,反倒是我们如仇敌呢? 我娘没等我回话就香香玉允了。 一副薄棺材,是老宝对这个江南第一关系最后的情意。 我花光我娘的积蓄,这才让妓院放过我们俩。 娇娇贪婪地盯着我藏在包袱里的七块玉佩,眼中闪过一丝肚恨。 姐姐,姨娘对你真好。 我只有一块玉佩,我一如往常,一副好姐姐的做派,我跟你换,娇娇迫不及待地同我交换,唯恐我后悔。 可我怎么会后悔呢? 爹爹不再多,一个就好。 她缠我的玉佩,我缠她的亲爹。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遇到同样的人。 你们长得好像我的一位故人,华贵的马车上坐着一个清俊的中年男子,他见眉猥琐,似是被什么事难住了。 车厢右下角有一个不显眼的家辉,那是清流沈家。 娇娇的眼睛搜得一亮,我娘是相遇方的丹娘。 她给我一块玉佩,让我去找亲爹,中年男子威愣,然后邀请我们同行。 娇娇地守藏在宽大的衣袖内,死死地牵着我的手腕,眼里是无尽的哀求。 是我小瞧了她,原来她不是贪财,而是想冒充我的身份。 果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打地洞,她和她那白莲花的亲娘如出一辙。 她亲娘冒充我娘,同男人一夜春宵,猪胎暗节,对外宣传是被人强暴。 她莫不是以为,我娘的恩客多为富商贵族,远比她那个强暴犯亲爹有权势。 我是好姐姐,自然不会拆穿娇娇,而且还根据上辈子的经验告诉她, 沈家的玉佩荧光看,会有沈家的嫁辉。 娇娇抱住我,姐姐,我会报答你的。 我只是从小没有娘亲,所以十分想要个父亲,我心中冷笑。 上辈子我千辛万苦,带她回京城,她却让七个爹将我凌辱致死。 这种报答,我可不敢要。 第二日,娇娇就装作不在一般,拿出晶莹如琉璃的玉佩,在马车内哀声叹气。 我爹在哪儿啊? 娘死了,只剩我一个人了,中年男子眸光闪烁,借玉佩一关后,当即坐立难安。 她偷摸塞给娇娇三千两,要回来玉佩,然后固步的其他,将我和娇娇扔到半道上,逃命似的跑掉了。 娇娇傲傻眼了,肯定不是她,我讥讽得勾起唇角,谁能想到堂堂清留沈家。 汉林院沈学士,竟然是个吃软饭,偷逛妓院不敢被家中夫人知晓的七管言。 我拿走三千两银子,笑咪咪道,辛苦妹妹了,娇娇不敢置信,又怕真惹恼我,欲哭不哭,姐,我果断把银子塞进怀里。 上一世,遇到沈大人得到的三千两,因她一生结,我尽数给了她,导致自己上京之路吃尽苦头。 这一次,就当她还上辈子的债,娇娇对我有怨气,一路上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我身上有三千两。 她的目的达成了,我们被一伙黑衣贼人围住,围守之人,目光银鞋地在我俩身上打转。 娇娇抱紧包裹,一把将我推向贼人,银子都在姐姐那里,她转身就跑,跑洞间不小心掉出一块绿色玉佩,上面雕刻着一把栩栩如生的剑,鸣破鞋。 一道鬼魅般的白影,一把揪起她的脖领,两人齐齐消失在众人眼前。 鬼,贼人头领目瞪口呆,不,她是我上辈子的二爹。 武林正到魁守贾正井,相信娇娇很快就能同三爹相遇了,那人是魔教教主贾正全。 他俩是亲兄弟,跟我娘玩了一场三人游戏。 有他们在,娇娇的命暂时是拿不走了。 五百两,护送我到京城,我财大气粗地掏出银票。 贼手哪还有刚开始的猥琐狠力? 他恭敬地接过银票。 伤后道,好的,老板,这群贼手是我找正元标局的人假冒的,想要让他们假装掳走我,让娇娇尝尝身无分文,独自上京的苦楚。 可惜,娇娇比我命好,碰到了二爹,还恰好掉落玉佩。 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上,我想起四爹,他是正元标局的总标头和大老板。 正元标局什么都好,业务能力强,业务范围广,顾客制上就是各地分布的门脸太小了。 谁能想到天下大名鼎鼎的正元标局,连个正儿八经的驻地都没有,只在客栈里租张小桌子,就当成办公点了。 昨夜,我趁着娇娇睡着,直接去找正元标局谈生意。 当负责人问我是何人时,我鬼使神差地说是丹娘的侄女,四爹正元标局的业务能力值得信赖。 被护送到京城时,我一根头发丝都没少。 标头说了,您是丹娘的侄女,只收您四百九十九两,贼手不舍地还给我一两银子。 四爹是个好人,就是太抠门了些。 上辈子我投奔她时,她居然要我一个娇滴滴的女郎跑镖赚钱。 可惜,最后她受我连累,不仅被娇娇派官兵封了标局,还丢了性命。 我接过银子,犹豫了许久,还是开口道,丹娘临死前有一言,她同标头两清了。 四爹没上过娘的床,她为报外祖的恩,想要赎回娘亲。 可娘亲是官妓呀,如何能赎? 更何况,那些曾经对娘亲求而不得的贵人,都不错眼地盯着呢。 四爹无奈,只留下一块玉佩,许诺只要娘亲派人拿着玉佩去找她,她万死不辞。 上辈子,上辈子她做到了,赔上她一生的心血和性命。 这辈子,何必再将这个大好人拉入泥潭中,让她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总标头吧。 我拿着玉佩直奔五爹的府邸,敲响她家的大门。 你是何人?可有拜帖,门房警惕地看着我,生怕有人碰瓷她家如折仙般的宰相大人。 丹娘之女,前来寻亲,我腰杆挺直,这一次,我要堂堂正正地走宰相府的大门。 我被门房带进大堂,只见花团锦簇中,五爹一袭白衣,气质清冷,仿若神仙下凡。 她轻折一朵牡丹,眼神中满是悲悯。 你寻谁,我心中痴笑,明明是色中恶鬼,天天披了一层仙衣,娘亲死前给了我一块玉佩,说是我亲爹所留。 她闻言,动作一顿,直到看清楚那枚玉佩,终于破功了。 她像被掐住脖梗的鸭子,声音沙哑,你可知这是谁的,我当然知道。 当年的靖王,如今的皇上,皇上早年沉迷女色,坏了身子,多年来,膝下无异子异女。 这也是上辈子娇娇,蠢笨如猪,恶毒狠辣,却依旧被皇上宠上天的原因。 皇上就这一根毒苗,即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在皇寺这等大事面前,依旧不敢善专。 我的是被上报上去,沉迷造人的皇帝连夜召见我。 皇帝是个长相端正,眉眼锋利的中年男人。 他端坐在上手,目光如炬。 当年,我叫丹娘随我走,他说他已非厨子,无言入我后院。 没想到,他竟独自生下你。 好孩子,你受苦了,我疑惑地眨眼睛,您说的跟娘亲说的不一样。 您真是我亲爹吗?皇上不动声色道。 哦,你娘如何跟你说的? 我,娘说,她的出业给了世间最好的男子。 但她不愿静王殿下,为了她罔顾国法。 只盼着殿下能尝去看看她,这些话是真的, 是上辈子皇上告诉娇娇,娇娇炫耀时,亲口对我说的。 当年,静王仰慕娘亲,特意微服到香玉楼。 姨娘看穿她的身份,趁着夜色,假冒我娘,同静王春宵一度。 她为了不被识破身份,自然是编了不少谎话。 得知怀孕后,她对外宣称被客人强暴,却死活不肯打掉孩子, 没想到生产时血崩而死。 皇上不悦道,许是你记错了。 你娘都挂牌两年了,如何能是厨子?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这多亏了我的姨娘。 姨娘同娘亲姐妹情深,每次接客之时,都是姨娘代替娘亲, 这是姨娘的谎言之一。 其实,是娘亲为了保护姨娘,疯狂接客。 姨娘这才能许给静王清白之身。 皇上的神情缓和下来,丹娘是个好女子。 好孩儿,你就是我的长珠公主。 我,官妓之女,一夜之间麻雀变凤凰,成为唯一的皇寺。 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皇上甚至为了我大赦天下。 我躺在浴床上,得意地敲起二郎腿,真期待看到得知此事后,娇娇的表情啊。 公主,宰相大人请您去看公主府。 侍女再一次感叹公主受宠,就连公主府都是宰相大人亲手操办。 我坐在八人大轿上,浩浩荡荡地去往公主府。 宰相五爹早就尽力在门口,吸引了一大群贵女的娇羞视线。 我和她一起走到一个开阔处,挥退下人。 五爹声音冰冷,你竟敢假冒公主,我笑颜如花,皇上信我,五爹咬牙切齿,我派人查过。 你姨娘,还有一女,她才是真正的公主。 我,皇上坚信,同她欢好的是丹娘,不是姨娘,五爹恨铁不成钢,丹娘是何等磊落的女子。 你怎么就长成这般模样?我贤逆她,许是随了你。 谁能猜到,你能同娘日夜欢好,整整五日,五爹的脸色清白。 你娘告诉你的,我轻蔑一笑。 当然不是我娘,是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啊。 上辈子,我被娇娇押入大牢。 娇娇威胁七个爹,让他们对我行不轨之事,不然就将真相公之于众。 娇娇是皇上亲女,自是不怕。 这狗男人怕了,他第一个带头撕去我的衣衫,浮在我的身上。 底线一旦破了,自然就是无数次。 他的丑态在我面前展露无遗,乌言晦语不绝于耳。 等我被灵虐致死时,依稀看见宁死不从的四爹被乱刀砍死。 我同宰相五爹不欢而散,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去给我善后。 这次的事情可比上辈子的严重多了。 上辈子娇娇,好歹是真公主。 这次我可是个假的,我就静静地看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很快,武林就被宰相强势肃清,正到魁首和魔戒教主惨死。 娇娇却被宰相五爹密藏于府中。 柱子,可要小人去暗杀,一身黑衣的暗卫跪在我的面前。 这是我找皇上要来的锦衣卫。 我跟皇上说,这把利刃不交给自己亲闺女,难道要给外人? 皇帝老子很爽快地给了。 刀确实好用,宰相的隐秘动作在我面前无所遁形。 不用,继续密切关注宰相府,我闭上眼睛,宰相这是为他自己留退路呢。 他是文臣之手,暂时不能动。 我忍着气,劝自己,路招招,你再忍忍,迟早要送这群渣子上路,我全当无所察觉,继续在皇帝面前撒娇卖吃。 许是并无血缘的原因,皇帝对我并不像上辈子对娇娇那样宠爱。 皇帝走出帷幕,赤裸着上半身,不耐烦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粗俗。 我严谨一该道,我想上学,皇帝两眼一瞪,看上去凶神恶煞。 上学,你瞧不起你皇帝老子。 来人,命汉林院大学士,六部尚书给公主上课,我受宠若惊。 这就是读苗苗的特殊待遇吗? 这师资配置,堪比历代太子啊。 只是奇怪,为何没有宰相? 难道皇上知道些什么? 我娘曾是名栋京城的太妇之女,才华横溢,美貌动人。 尽管因外祖犯事,她沦落封尘,但依旧没放弃对我的教育。 我不缺琴棋书画,缺的是帝王心术。 皇帝老子给我背的老师,高效地为我补偿了短板。 老师们天天跑去皇帝勤政殿里,哀声叹气。 为何偏偏是女郎?姓叶? 不姓叶,公主之才华,远超陆太傅啊,皇帝多次被大臣打断好事,便将我这个罪魁祸首滴溜到秦政殿。 我倔强地昂起下巴,聪慧过人是我的错吗? 秦奋好学是我的错吗? 我做好了大战一百回合的准备,谁知皇帝老子不按套路出牌。 他一把将我按在秦政殿的笼椅上,对我示意,闯祸头子。 今日开始,你便在这里处理政务,我搜得一下跳起来,力度大到连皇帝都没按住我,直接撞到他下巴上。 皇上捂住下巴痛呼,我被吓得满头大汗,有些离经叛道的想法,我只在心里默默一迎过。 皇帝如何得知,这一天皇上愤怒地咆哮哮响彻秦政殿? 昭昭,这一个月,你的休憩日末了,我苦逼地被拴在秦政殿,披奏折批的我两眼发昏。 我重生一次,是为了送七个渣爹和陆娇娇上路的,忘了,四爹除外。 我不是为了解放色批皇帝而重生的。 我幽怨地听着黄色帷幕里,男女混杂在一起的呻吟。 大仇未报,还有五个仇敌未死,我却在这里干着差事,听着墙角。 朝朝,翻奏折的声音怎么停了,似皇帝的耳朵真灵。 我心中不平衡,故意使坏,父皇。 这道奏折我不会,黄色帷幕里响起一声闷哼,皇帝老子满身大汗地走出来,声音嘶哑。 何事,他这么快出来,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往常,他可是能胡闹一上午的人。 我指着暗桌上的奏折,宰相说,为防止官员冗余,要实行末位清退制度。 我的小指,微微蜷缩,娇娇这个没用的东西,这么快就全招了。 大爹沈学士是个绣花枕头,靠着他沈家的关系,勉强塞进汉林院。 一旦实行末位清退制,他沈家的面子可保不住他的官职。 这分明是宰相,以权谋私,对大爹沈学士下手了。 皇帝漫不经心地翻了一遍奏折。 昭昭,你如何看,我如何看? 我就不想宰相如意。 我咬唇,艰难地吐出几句话,此举能有效避免官官相护的现象, 剔除朝堂中失位素餐之背。 当准,皇帝老子的眸光闪过一丝温柔,他大力地揉乱我的发际, 语气愉悦,听昭昭的,他晃晃悠悠地走进黄色帷幕, 他的声音飘渺。 昭昭,你是皇女,想要一个人死很容易。 难的是控制住你的欲望,我别嘴, 一个老色批,好意思跟我谈控制欲望。 随即,我狐疑地望向又开始耸动的人影, 他是不是话中有话? 他是不是真的知道点什么? 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他话里的第一层含义。 皇女和公主真的不一样。 公主只要吃喝玩乐,买买买。 皇女要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还要陪皇帝老子去上朝。 我眼眶清黑地站在一旁, 旁观朝廷众臣唇枪舌剑, 吵着吵着就要上演全武行。 皇上,自太祖皇帝开始, 就给三大异姓王赐下铁券丹书, 许其封帝自制。 祖制不可为呀,此言差矣。 建国之初, 三大异姓王对太祖皇帝忠心耿耿, 然而,经过两次藩王之乱后, 三大异姓王只与李家一家。 可见, 没什么不能改的, 陈王李荣纵容下属欺男霸女, 杀害守将, 李英重罚, 谁? 李荣, 我瞬间不困了。 这城王李荣不就是我那有贼心, 没实力的六爹吗? 他位高权重, 贪生怕死, 身边有一大堆侍卫, 我一直为如何搞死他犯愁。 这不巧了, 瞌睡的时候来枕头。 我同宰相对视一眼, 达成协议。 向来片叶不沾身, 只打马护眼的宰相这次主动站出来, 上次临战脱逃之势, 以收回陈王李荣的铁券丹书。 这次应暗律处置, 我差点七个扬岛。 若暗律处置, 陈王是贵族, 享有特权。 何况事情是他下属犯下的, 他顶多算个治下不言之罪, 真没想到宰相的骨头这么软。 皇帝老子终于抬起眼皮子, 懒洋洋地问, 我儿, 你一下如何? 我的脑瓜子飞速运转, 然后提出个想法,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应暗律行事。 不过, 藩王子寺众多, 一代代传下来, 各之差别巨大。 此番景象恐有为太祖皇帝初心, 皇帝感兴趣地继续问, 你有何建议, 尽管畅所欲言,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 都是藩王的子嗣, 露下哪一个都不好。 何不如降绝成习? 想要一个儿子成绝, 那就降一级, 想要两个儿子成绝, 那就降两级。 以此类推, 皇帝微微一愣, 然后是畅快大笑, 笑得几乎要将高高的垫顶震落下来。 好, 就按我而说的伴, 朝中大臣们马屁不断, 如此, 再无藩王之乱, 不费一兵一卒, 便能解决今年独留。 皇女大才啊, 恭喜皇上, 后继有人, 这一刻, 我是懵逼的。 他们口中那么厉害的人, 真的是在说我吗? 就连宰相也露出我上辈子从未见过的眼神, 那是深深的忌惮。 我似乎误了, 皇帝愉悦地问, 我儿, 你觉得此事应该交给何人来办? 我扶植心灵, 宰相八面玲珑, 亦是当年的状元, 同城王李荣, 有同窗之情。 儿臣推荐由宰相办理, 办这事的人, 注定要得罪所有藩王和藩王的殷亲, 日后他只能做个纯臣, 见不是自己摊上这祸事。 众大臣当然没意见, 皇帝则大笑出眼泪, 听我儿的。 此事交由宰相办理, 下朝后, 我呆坐在秦政殿, 捂住自己的胸口。 心跳依旧坚实有力, 可确实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今日, 我儿做得很好。 父皇要给你一个奖赏, 皇帝坐在我身边, 浓烈的龙咸香充盈我的鼻子。 我用手在鼻尖扇了扇, 不客气地将它挤开了点, 黄金还是珠宝, 皇帝老子干脆地脱掉外袍, 空气中的龙咸香淡了许多。 皇帝, 奖赏就是我教你一课。 恨一个人, 并不是让他痛快去死, 而是要他生不如死, 剥夺他在意的一切, 然后榨干他的骨髓, 为你所用。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 你是如何踩着他的血肉上位, 我正正地看着他, 想问他是不是知道了。 知道我不是他的亲女, 知道我在骗他, 可我不敢, 娇娇想要一个父亲, 我又何尝不是。 我想要一个如他一样的父亲, 而不是那些禽兽不如的东西。 他笑着在我脸颊上抹了一把, 父皇的礼物太好, 你激动哭了, 我闭上了嘴。 我想, 我的骨子里也是一个卑劣的人, 哪怕是死, 我也不想把这个父亲还给娇娇。 上辈子他害我那么惨, 这辈子我饶他一命, 用他爹爹做补偿吧。 皇帝见我还未开言, 无奈地哄道。 真是个娇女郎啊, 也就只有你, 能让寡人御尊降贵哄上一回。 我在告诉你一件趣事, 我醒了鼻子, 将脸上的泪珠在他明黄的衣袍上蹭了蹭, 换来他一个嫌弃又无奈的浅笑。 适合去世, 汉林院第一个被末位淘汰的学士居然是沈学士。 他丢了官职后, 被他夫人强行合理, 净身出户。 其狼狼之姿被坊间书生写成去谈, 广为流传, 皇帝一下接一下抚摸我的后背。 明明他是个色批, 明明我重生以来就极其厌恶男子的触碰, 但在这一刻, 无关风月, 只有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安抚。 在他徐徐的语调中, 我缓慢地闭上眼睛。 他被沈家除名, 穷困潦倒, 颜面尽失。 时常在大街上找一个名叫娇娇的女郎, 说她骗走自己三千两银子。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 待我醒来, 竟见到皇帝在处理政务。 我不敢置信地望向窗外,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皇帝老子美好气地扔下朱砂笔。 我这是为了谁? 你素来, 我还要去找我的美人呢? 我心中感动且愧疚, 乖乖地拿起毛笔, 见他快步走出秦政殿, 我这才反应过来, 批奏折不应该是皇帝的事吗? 怎么就变成帮我了呢? 这都是什么父亲哦? 把活拳推给女儿干? 我不服气地翻开他批阅过的奏折。 上面的红色批柱龙飞凤舞, 自以潇洒, 自如其人。 我的眼神死死地定在一本秘折上, 秘密处死成王李荣家眷307人, 这里的307人包含他的儿孙, 姬妾以及兄弟全家。 全族皆亡, 只留他一人。 纵使他敢再留后代, 亦是步上死路。 这奏折, 准还是不准。 于公, 承王李荣挑衅皇家威严, 虽无谋反之实, 但有谋反之心。 于思, 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但, 这是307条人命啊。 或许, 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嗷嗷待哺的幼儿, 我哭作一夜, 最后还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在密折上一笔一画地写上一个准。 承王李荣全族, 一夜之间被图之事, 没有在朝堂掀起一点波澜, 好像这个人从来不存在一般。 皇帝老子上朝的时间越来越短, 时常流连后宫。 几乎所有的政务都压在我的身上, 朝堂众臣们也习惯了有事找皇女。 我对处理政务越发娴熟, 用宰相做刀, 砍向那些我不便处理的事。 军中改制, 宰相来提, 建立女学, 鼓励女子当立, 宰相上文书。 整顿励志, 严查贪污腐败, 宰相上。 宰相在民间的名声很好, 可他在乎吗? 他要的是权利。 终于, 这把刀要是主了。 主子, 宰相和娇娇找到第七个玉佩的主人。 宰相和他书信往来频繁, 意图在朝贡荡日刺杀您, 我面无表情地打开密信。 嗯, 这正是我的七爹, 容人不落的大皇子。 他是个变态, 别的渣爹是被娇娇逼着欺负我, 他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他似乎觉得这样格外刺激。 我扯出一丝冷笑, 终于等到你了。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想在皇宫里搞事情, 当然要知会一下皇宫的主人。 我却没想到, 对我百依百顺的皇帝不仅没同意, 反而臭骂我一顿。 招招, 你的脑子里都是水吗?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你竟要以身犯险, 我耿着脖子辩驳, 容人不落叛復无常。 我们借着机会, 名正言顺地攻打容人不落, 不行吗? 皇帝气得直哆嗦, 不过一小小蛮夷, 想打便打, 何须找理由? 哪里值得你去冒险? 我不服, 那宰相呢? 他名声颇好, 不借着此事处置他, 如何叫天下人心服口服? 我头一次见皇帝发这么大火, 招招, 你是皇女, 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你要跟何人交代? 他们凭什么叫你交代? 只要你能扛起天下苍生的重任, 你就无需跟任何人交代, 休要女儿家作态, 我同皇帝不欢而散。 整个王宫因我们的争吵, 陷入战战兢兢中, 夜色微凉, 我在宽阔的大床上辗转反侧, 皇帝老子的斥责伤痛我心, 我这一个月都不想再理他了, 可是他说得好像是对的, 我是出于理智做的决定, 还是出于戏耍仇人的心态, 想见到他们距离成功咫尺之遥, 却偏偏不能成功。 我久久睡不着觉, 自我剖析的结果让我感到惭愧, 但我又拉不下面子去道歉。 算了, 我大人有大量, 不同你一般计较, 我嘀咕着, 踢上一层外衣, 就哒哒地跑到皇帝寝宫外, 磕磕, 熟悉的声音, 皇上, 您又咳血了, 我去叫太医, 不用, 不要惊动昭昭, 等明日昭昭上朝后, 你再去传太医, 我面色惨白, 不顾宦官的阻拦, 一把推开宫殿的大门。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滩鲜红的血迹, 刺得我眼睛生疼。 昭昭, 你怎么来了? 皇帝使眼色, 叫那是退下。 我亮亮呛呛地跑到他的床边, 跪下来, 握住他冰凉的双手。 我的脑袋一团, 降虎, 巨大的惶恐, 让我语无伦次。 父皇, 是我把你企图写了吗? 我错了, 我听你的, 你别生气了, 他擦掉我脸上的泪珠, 可我的眼泪就像绝堤的黄河, 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我只会一个劲地道歉, 祈求能让他健康起来。 父皇,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别气坏自己的身子, 他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气不成声, 最后微微叹息。 昭昭, 你没错, 是父皇太着急了, 忘记你才十五岁呢。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吧, 父皇总能为你善后的, 我不知道我最后是怎么睡着的, 我只记得我抱着他的腰, 恳求他赶快好起来。 我不想失去他, 只要他好起来, 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可以不去报仇, 可以放过娇娇, 可以如他所愿, 当好一个帝王。 毕竟两辈子加起来, 我只有这一个跌跌啊。 混乱的一夜过去, 我面色无意地照常上朝。 我对欣赏仇人的痛苦失去了兴趣, 人生短暂, 有着时间, 我去陪伴父皇, 不好吗? 我快刀斩乱麻, 以谋逆之最处死宰相和容人大皇子, 然后趁着容人部落没反应过来, 派兵荡平他们, 将他们的操场用来养战马, 俘虏的容人打散迁入巴蜀。 民间流言, 说宰相功高震主, 这才招来灾祸。 我丝毫不将流言放在心上, 我只想将国家治理得更好, 让父皇更开怀些, 能陪伴我更长久些。 结局, 我终究无法得偿所愿。 父皇见我能胜任帝王之位后, 先是将我封为皇太女, 一个月之后, 她禅位于我, 这般急切的速度, 让我心中不安。 事实也确实如此, 她在禅位的第二天, 身体就急速衰败下来。 我霸吵两日, 整日陪在她身边, 叫您借女色, 您偏不听, 如今您是解脱了。 留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嘟着嘴, 掩饰内心的惧怕, 她面色红润, 俨然是回光返照, 你向来胆大包天, 没了我, 你尽可大闹天宫, 岂不美哉? 我忍住眼泪, 将头埋在她胸前, 不敢出声, 唯恐一张嘴, 便是止不住地哭泣, 惹她心烦, 害她不能安心离去。 她轻拂我的发丝, 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认下你, 我浑身哆嗦, 我该如何告诉她, 她的亲闺女此时正站在门外, 我该如何告诉她, 我是一个卑劣的小偷, 偷走了她的宠爱和江山, 她的唇紧紧地靠在我的耳边, 温热地呼吸, 抚平我的惶恐不安。 她用我俩才能听到的声音, 在我耳边轻声说, 把她处理了吧, 不要留后患。 我自始至终都知道, 你是谁, 我猛地睁大眼睛, 想要去看她的表情, 却被她温柔又有力地摁住。 招招, 我的女儿, 江山就交给你了, 藩外, 皇帝, 朝臣们又开始为我繁衍后代仪式, 争论不休。 真是凡人, 我是帝王, 不是种马。 这一日, 宰相告诉我, 我有一女儿流落在外, 虽然生母是官妓, 但那也是沧海遗珠。 我命仅依偎去调查, 事情的发展很有趣。 基于这点兴趣, 我连夜召见了她, 那个胆大包天, 敢冒充公主的女娃。 她的长相随了她娘亲, 是个美人胚子。 我随口胡周了几句, 她竟然煞有介事地跟我解释, 为何她娘是厨子。 我费尽力气, 才控制住自己没笑出声。 我是贪杯好色, 但不至于分不清楚跟自己欢好的女人, 是谁。 这或许就是命运。 陆小二假冒陆老大, 这小妮子就假冒陆小二的女儿。 主子, 娇娇公主, 我不悦道, 不要叫她公主。 我没这么蠢笨的女儿, 我养陆招招, 就像养一只阿猫阿狗, 看着她上蹿下跳, 想要对付七个爹。 差点忘了正元标局的总标头除外, 也不知道她对那七个人, 哪来那么大的敌意。 幸好当初我没跟她娘欢好, 不然遇上这么个小妮子, 怪头疼的。 没多久, 路招招出息了, 直到上进了。 但我是那么抠嗦的人吗? 让她去跟一群酒囊饭带进学。 我的女儿, 自然要请最好的老师。 路招招尾时聪慧, 就连嘴读的吏部尚书 都对她赞不绝口。 既然这么能干, 那就多干点吧。 父皇, 这道奏折我不会, 珍稀奇, 还有她开口求助的时候。 我匆匆两下完事, 拍拍欲求不满的爱妃屁股, 然后去看她。 哦, 原来是宰相的奏折呀。 宰相这人有才华, 但太过端着, 不肯得罪人。 我想看看路招招的反应, 小女娃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当准清脆悦耳的声音, 让我心花怒放。 我想, 我当初肯定是上错人了。 路招招何该是我闺女? 路招招的进步一日千里。 我带她上朝, 逐步将政务交给她。 她的推恩令让我对未来的规划多了份信心。 她提出让宰相主导此事, 更是让我看到江山有继任者的希望。 傻丫头, 不要再沉迷于小情小爱, 那些如何比得上这江山, 这广阔天地。 我费尽心思培养她, 想要将她从那不知为何的仇恨中抽离, 然而她还是让我失望了。 她居然为了复仇, 想要以身犯险。 我大动肝火, 将她骂个狗血淋头。 当夜, 我连着吐了好几口血, 但还是不忍心让人惊动她。 想来她被我臭骂一顿, 心中难受, 让她好好睡上一觉吧。 这傻丫头竟自己闯了进来。 我承认, 这一刻我是有点慌的。 她抱着我嚎啕大哭, 与无伦次的认错, 好像这样我就能安然无恙似的。 我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 原来, 这就是妇女情深吗? 没有血缘关系, 又如何? 我当你是我女, 你当我是你爹。 我是真的后悔了, 年轻时多爱惜自己身体就好了。 苍天若有眼, 请让我拖着残躯, 看着我女登上地位, 生儿育女。 许是我往年祭拜太夫眼, 苍天不眷顾我。 我知道, 我快死了。 陆昭昭雷厉风行地处置了宰相和荣人, 唯独藏起一个陆娇娇。 傻丫头, 我早就忘记娇娇的存在了。 我禅威给昭昭, 我相信她可以照顾好我的江山。 她日夜守在我床边, 时常半夜起来, 探我的鼻息。 哎, 这叫我如何放心她? 她不知道, 她的样子有多可怜, 像只孤独的落水猫, 眨着无辜的大眼睛, 在问我, 为何要留下她一个人? 我心甚痛。 我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告诉她, 我知道她是谁, 她是陆昭昭, 是我没血缘的女儿, 是我唯一的女儿。